明镜与点点栏目 9时54分安全降落 标志着中国商飞公司 即将交付首家用户的 首架C919大飞机 首次飞行试验 圆满成功 5月15号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 参加联合记者会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 芬兰将向北约提出加入申请 5月14号 匈牙利总统诺瓦克卡塔林 在出席就职典礼时发表讲话 当天匈牙利首位女总统 诺瓦克卡塔林的就职典礼 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前举行 这是在印度庞哲普邦 阿姆利泽拍摄的小麦收获的场景 当地时间5月13号晚 为控制该国 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 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充足 印度政府宣布立即禁止小麦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公关期 作为我国唯一的 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 区域发展战略综合实验区 山东的实践有哪些示范作用 2022年5月16号出版的 2022年第27 《瞭望新闻周刊》 治国理政济世专栏 为我们深入偷袭了这一问题 专栏分析指出 新旧动能转换 山东从做好加减法起步 除旧步心并行 这场新旧动能转换的山东实验 为我国破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难题探路 对产业链中上游地区 加快转型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对平衡我国南北经济 具有重要的价值 自城市诞生一史 伴随着城市的战争 就从未停止 2022年5月18号 出版的《2022年第十期环球》杂志 带我们深入了解 城市作战这一新课题 专题讨论了城市攻坚战 为何非打不可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 赢得城市攻坚战 现代城市战 如何随着科学技术 和战争理念的变革 而不断演进等话题 强调作为未来战争 不可避免的模式 必须提高警惕 防患于未然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摆在人们的面前 从前家里的老人 总是教育孩子们说 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可谁承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哭闹家里的衣服 太多 穿不完 放不下 该怎么办 从国家层面来看 该如何建立 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体系 促进资源节约 集约 循环利用呢 你家没用的旧衣服 会如何处理 近日 这样一个很多人 原本并不关注的话题 变得重要起来 2022年4月 国家发展额改革委员会 会同有关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 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 涉及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的三个重要环节 生产 回收 综合利用 资料显示 五国是全球最大的 纺织服装生产国和消费国 纺织纤维加工总量 占全球的50%以上 每年纤维消费总量 约3000万吨 人均纤维消费量 约22.4千克 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随之产生大量废旧纺织品 那么这些废旧纺织品 都被如何处理了呢 生活在杭州的史明霞 是一名家庭主妇 每年他都要为自己 老公和两个孩子 添置一些衣服 慢慢的家里的旧衣服 越来越多 如何处理 成了他颇为头疼的问题 该季度的话 总大概有个 一到两个塑料袋吧 就是这种这么大的 这种塑料袋会有一个 史明霞想过 能不能把这些衣服 捐给有需要的人 但据他了解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政部门 街道办事处 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 都表示 不收旧衣服 采访中 很多人也表示 由于找不到 回收旧衣服的机构 会直接把旧衣服 扔进垃圾桶 在此次印发的意见中提出 到2025年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初步建立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 达到25% 废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 达到200万吨 到2030年 建成较为完善的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 达到30% 废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 达到300万吨 加快构建 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 有何意义 对相关产业 会产生怎样的带动效应呢 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常务副会长赵凯 赵会长 欢迎您 你好 另一位是我们实时评论员张斌 你好 问一下两位啊 两位平时这个穿旧了的 穿破了的衣服都怎么处理 过去呢是给亲戚朋友 但是现在呢 亲戚朋友也好像都不太需要了 所以呢也比较困惑 目前呢是通过这个网上 下载一个这种APP 通过网上进行回收 这会长属于做循环经济的 这个专家依然有这方面困惑 张斌作为评论员 肯定服装很多 那穿旧了的衣服怎么 基本上我们都是 原来能送人送人 现在呢恐怕送人也不太爱要 除非小孩的衣服 可能还有点市场 因为有时候连那个收配品 他都不一定愿意要 打包啊什么 他处理也很难 但是呢前些年 我们小区里开始出现了 这个放置衣物的这个回收箱 是能给省了点事 回收箱有人打开吗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也实行了一段 但有时候满了可能也没人收 或者你也不知道 最终的这个途径是什么样的 而且分类分的也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 恐怕这个废旧衣服 其实某种程度上 比生活垃圾我觉得还难 我的这个感觉 可能跟两位也相同啊 现在咱们仿制品的这种 循环利用回收的这个比例 大概是多少 虽然这个意见呢 出台是定了两个目标 但是呢 现在呢 是还不到20% 实际上这个差距很大 正如刚才张明老师提到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小区 各种各样颜色的回收箱 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黄的 那么这些实际上就造成了一个什么 回收的主体 是相对来讲 比较混乱 回收的这个局面 是小散乱 后端处理又跟不上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衣服到底去哪 是怎么去用 也会造成一个空白 也就是说要从回收 应用 利用 等等这些方面 如何去建立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 我们国现在已经是 仿制的第一大国 每年的仿制纤维的这种加工量啊 已经是超过了全球到50%以上 那么我们人均的纤维的消费量 实际上也是不断的是提高的 2007年吧 有个数字是7.5公斤 到现在呢 2020年是23公斤 那么如何来开展 非旧纺织品的循环利用 这项工作 实际上对我们国家资源节约 跟简物降碳 这个意义重大 而且呢 大家也能够看到 就是现在循环经济 已经是作为了我们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一个战略 另外呢 也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建立健全 这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项工作如果做好呢 实际上是对其他的产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因为循环经济呢 他本身就我理解啊 他本身呢 是一个跨界融合的一个最能体现 还能够对农业 对建筑 对汽车领域啊 等等 这些方面都有一个促进 我觉得这次啊 他这个意见的实施是什么呢 就是在过去 我们你别看就是百万这个 收费品的大军 相对来讲 小散乱的像 这个情况比较明显 那么这些年 我们在打造这种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呢 慢慢的呢 他在不断的规范 但是呢仍然需要顶层设计 这样一个实施意见 就是一个顶层设计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非常强的 指导意义和现实的操作意义 24岁的英界毕业生宋伟 是个爱美的女生 每年新款服装一上市 他总会添置几件新衣服 不久前 宋伟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柜 结果要淘汰掉的旧外套 牛仔裤已经装了满满一箱 宋伟表示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衣服的升级换代越来越频繁 如何处理越堆越多的旧衣服 成了一个难题 一般像那些收那些废品的 一般都是收什么铁瓶子啊 没觉得好像有谁收过衣服这种东西 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体系完整的 废旧衣服分类处理制度 由于消毒 保管等处理成本过高 一些慈善组织表示 拒收旧衣服 旧衣服的捐赠之路被阻断 最终被当作垃圾扔掉 成为它最主要的出路 而在一些城市 对于旧衣服究竟属于何种垃圾 一度出现打架的现象 有的城市将它化为可回收垃圾 可以与旧金属塑料等一起回收利用 有的城市则将它化为其他垃圾 要采用卫生填埋或焚烧处理 有数据显示 按照一件衣服平均寿命 三到四年计算 如果平均每年每人 在购置五到十件新衣物的基础上 一汽三到五件旧衣服 我国每年产出废旧纺织品 约2600万吨 那么这些无处安放的旧衣服 究竟有没有回收再利用的价值呢 记者查询公开报道资料发现 近年来不时有组织或个人 投身废旧衣物回收行业 但很多只是昙花一现 便没了下文 旧衣服去向成迷 有些甚至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 那么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 商业模式能否打通 在加强查处和监管的同时 积极引导和规范 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赵会长你看啊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像这个陈光标 他其实就是做循环经济起家的 那从纺织品来讲 他要推行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怎么打通相应的这个读点 这个商业模式呢 我觉得是能够跑通的 但是在目前来看 是难度非常大 目前来看 它是有废纺织品 这是来自于生产端 有这个旧纺织品 这是来自于消费端 这个比例呢 大概是四分之一 跟四分之三的一个比例 实际上商业模式 一定要是让这个模式 能够以商业的这种行为 能够赚到钱 才才能跑通 目前的降级使用 是赚不着钱 一是规模小 二呢是低质化利用 它实际上 它钱就很难赚到 刚才张宾老师也提到 需要去把这个体系建立 这个体系建立 不仅仅是要回收 这个渠道要建立 同时呢 要把这个资源利用的这个领域 要给它高质化去利用 另外呢 还有就是二手服装 因为二手服装本身 这个二手服装交易 这件事 怎么能够有序的去开展 对于非旧仿制品的 这个将来的这个商业模式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张宾来说说 就是相比这个矿泉水平 非金属啊 为什么服装 大家这个回收啊 包括这个 废品回收的这一方啊 大家的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 对 你问这个问题啊 第一呢 它体验不出价值来 你说现在尤其生活条件好了 一件可能八成新 九成新的羽绒服 如果你说两块钱拿走了 你想那我还不是搁着呢 在西方啊 它特别是服装啊 二手市长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渠道 而且对这个利用起来 这个可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我们目前来讲 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 或者这个意识上 还没有增强 中间的环节没有打通 就是它不是很方便 这次你要如果注意 这次实施意见里 特别就这个问题提到了 比如互联网加 线上线下相结核 比如一袋全包走啊 一袋取走等等 这其实就是能够 极大的激发起 大家对于废旧仿制品的 处理的一个积极性 也正如刚才张明老师提到的 那么这次这个意见呢 除了要把回收网络要完善 因为大家也看到 这个回收箱呢 可能更多的是 集中在我们一二线城市 真正到三四线城市 基本上看不见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让这些回收箱 能够进这个社区 能够进商场 能够进学校 二呢就是 怎么更加合理的 布局分检中心也很重要 因为咱们的这个非旧仿制品呢 材料啊还是比较多 有这个棉的 有麻的 有毛的 有迪伦的 需要这些分检中心 很好的去开展 还有呢就是这个技术装备 光靠人工分检 实际上这个效率很低 那么还有呢就是提到的 这个回收渠道 那么互联网家 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模式 那么我们怎么去 把互联网家的这种模式 更好的去推行 要结合本地的特点 就因地制宜吧 还有呢就要建立 一个信息的平台 这样的话呢 也使得咱们公众呢 可能将来会更多的去了解 这个不穿的这个衣服 最终用在哪了 它就更清晰 这样的话也便于 它积极地参与 一些人注意到 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社区里 近几年陆续出现了 不少旧衣物回收箱 但现有的旧衣物回收箱 利用率并不高 一些市民对旧衣物 究竟可以用来干什么 也并不清楚 根据国际有关组织统计 生产一件长袖T恤 要用大约250克棉花 生产过程中 要耗费至少1750升的水 产生的碳排放达1.6千克 而每利用1000克废旧纺织品 可降低3.6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解约6千升水 减少使用0.3千克化肥和0.2千克农药 有分析指出 如果我国废气纺织品 全部得到回收利用 相当于节约原油2400万吨 超大庆油田产量的一半 有数据显示 在欧洲平均每人每年 要扔掉织物11公斤 那么二手衣物的出口在增长 但是非出口的 非旧衣物呢 要么被焚烧 要么被填埋 那么收集职务中 只有1%转化为新衣服 回收率很低 给产业能源和土地等资源 都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那么发展循环经济近年来 在欧洲逐渐成为 力推的主流的生活方式 那欧盟也计划出台 相应的法律法规 未来有可能强制性的要求 欧洲的服装产业 把回收纳入到产业链的体系 这也推动了当下 欧洲的纺织业 持续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大部分澳大利亚家庭处理 废旧衣物的方式呢 就是放到社区的 慈善捐献箱当中 这些捐献箱 在各个社区当中随处可见 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呢 会对衣物进行检查 和简单的清洁 然后转放到 由这些机构运营的 慈善二手商店当中进行售卖 几乎每个社区都有慈善 二手商店 绝大部分的衣物呢 又能够继续通过 二手商店的转卖 被人穿着使用 对于一些最终 不得不被淘汰掉的纺织品 澳大利亚鼓励一些初创企业 对这些废弃之物啊 再利用 用来制作像是狗窝 室内装潢用品 地毯的衬垫 桌子 瓷砖等物品 现在美国人几乎很多人 都有非常良好的这种 所谓recycle 也就是循环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用不完的衣服 被褥啊 老台啊等等 定期的收集 一般来说在 一英里 两英里 五英里以内 一定有这样的收集点 这个部分 其实美国的体系 还是不错的 一个方面呢 是帮助有衣服的人 做了循环经济 没有浪费 同时呢 也确实帮到了 社会上有一些 急需的人士 那么 如何从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角度 统筹生产 回收 综合利用 各个方面 如何才能达到 加快构建 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体系的 目的呢 赵会长 你看我们 整个这一次的 这个出台的意见 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 链条 包括生产 回收和综合利用 在这个 打通链条的过程当中 究竟我们存在 哪些痛点 毒点 难点 中医当中 提到的 这个 痛则不通 这个痛则不痛 这个不通的地方在哪 要用全生命周期的 思维去理解这件事 就是在这个生产端呢 就是纺织工业这块 就是纺织的企业 我们如何开展 绿色工厂的创建 如何去搞绿色设计 如何去搞这个 这个材料的绿色 这个产品的绿色 那么这需要 在生产端去重视 那么还有一块呢 就是回收段 因为巧妇难为 五米之吹 如果收不回来 这些非旧衣物 都闲置在 这个居民的手中 你拿不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末端 他如何去综合利用呢 他肯定利用不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监管回收 要规范回收 比方说这种 个体的这些回收大军呢 他可能就追求高价值的 那么低价值的 他可能就不去回收了 那么这样的话 也有可能会产生 一些恶性的竞争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他的综合利用 咱们经常提到 高质量发展 那么怎么能让他 这高附加值的去应用 有一些场景 那可能是要比说 简简单单的 把这回来 就支撑手套啊 支撑毯子啊 可能 它的这个利润更高 比如说 做成汽车内饰 这不就更好吗 做成建筑方面的 保温的这种材料 不是更好吗 那这些呢 就需要科技的投入 不然的话 它只能降级去使用 这个我觉得也是不行的 这个我觉得 它要形成合力 你政府该立规矩立规矩 从企业来讲也一样 源头你怎么样 环保 边缴碎料 这些我们说废的 怎么能够更合理的利用 你比如我买你 买我品牌的衣服 你是不是能够 我未来穿旧了 我还能到你这个品牌 来以旧换新呢 你给我一些折扣卷啊 优惠卷什么 我觉得方法 永远比困难多 关键是要想而就 要把它落到实处 每个环节都得给力 那么整个链条运转起来 才能更加的顺畅 那在国外 有没有什么好的先例 好的经验 能给我们这个借鉴 我2015年年底 我是带了一个代表团 去欧洲考察 废旧防治品 这个循环利用 这个情况 给我的这个 一个非常大的印象呢 一个呢 就是这个公众参与的意识 就是说公众 他愿意把这个衣服呢 能够 这个投到这个 回收箱当中 而且呢 它还是洗干净的 这个让我当时很吃惊 当时我问他们那个 分件中心 我说这件衣服 是你们收回来以后 再重新洗吗 他说不是 他说回来就是这么赶紧 还有呢 就是欧洲呢 一般是以二手服装 占比非常大 它大概是占到了50% 是用在这个二手 法国呢 是更高 法国是60% 二手 是出口到非洲 咱们的比例比较小 刚才说的这20%当中的 四分之三当中 25%是二手服装 也是出口在非洲 东南亚 以非洲为主 那么二手服装 我们怎么去开展 可能刚才这个 张明老师也提到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需要 我们把这个标准体系 怎么建立 这国外呢 它是有一套体系的 包括法国 它是用生产的责任 延伸制度 对服装的生产企业 收取一定的费用 来用在它的回收补贴当中了 所以呢 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 也都是可以借鉴去看看 探索一个我们的 中国的路怎么走 我觉得科技创新呢 是我们现在各个行业 应该是引领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那么在这个 循环利用层面啊 它其实它每个环节上 都有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 你比如你原材料的 这种使用上 是不是更加绿色环保 对吧 你用的这个服装面料 是不是可降解 然后用生物技术等等 确实刚才赵会长也说了 从源头一直到消费末端的我们的互联网家 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融入科技的含量 所以这种情况下 把循环经济做好 绝不简简单单 是一个回收旧衣服 我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认知 更多的它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永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最后啊 请两位讲一讲 怎么样来提升我们普通居民的意识 让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居民参与到 仿制品的循环经济当中 我觉得这个提升公众的这个意识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同时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那么可以通过电视啊 媒体啊 互联网啊 等等 还有通过一些活动 你比方说这个地球日啊 环境日啊 节能洲啊 非洲衣物换鸡蛋 对 等等这些啊 让他们去真正参与到 有些这个能够参观一些工厂啊 实地考察 现场真正去理解这件事 我觉得这些可能要打一个组合拳 还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大处着眼呢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 这个循环经济 对于我们国家发展 和每个人生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变化性啊 但下一步就是小处着手 刚才赵会长提了很多的建议 这